网路时代科技推陈出新 随着5G时代来临 有电信业者为了发掘更多台湾的创新能量 特别举办以5G创新应用为主题的相关竞赛 从2021年举办至今 吸引超过2200多人报名参赛 恭喜你们 获奖团队在台上一字排开 脸上挂着笑容 开心领奖 随着5G时代来临 有电信业者为了发掘台湾5G应用的创新能量 特别举办比赛以及征选活动 22号下午获奖名单揭晓 颁奖电力也盛大举行 让这些创新应用能够逐渐成型 然后变成是一个可行的商用服务 5G创新应用大赛校园组 由政治大学团队开发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夺冠 设计理念是只需要一只手机 就可以协助驾驶人路况避险 借此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另外在社会组冠军则是由科技公司团队夺得 希望透过直播串流服务 无论是在电脑手机或是VR等各种设备 都能参与沉浸式互动体验 明年会扩大把5G AI有关的创新应用 把它集结在一起 今年5G创新应用大赛首度结合5G加速器征选 共同办理 希望透过比赛促使校园或新创团队 激荡出更多元的垂直领域应用 为5G产业注入创新活水 借台北综合报导